请你把你刚刚 请各位把你刚刚自己摘的那个新制度打开 然后我这边就用我这边之前摘的那个社会常见理论 我挑了十个 然后我做示范 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那方法不一定是这样子 但是他的规律 就是他的原理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跟下礼拜六讲的都是心法的部分 就比较少Focus在那个新制度的那个工具的技术上 我们讲那个学习跟应用的技术的心法 好 那所以你有了这个基础的新制度之后 接下来你要 如果你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你要背的 你需要记忆的 那我们就会透过讲故事啦 画面的想象啦 故事记忆法这些东西去把它连起来 那首先你要对你的这个图 对你的这个心制度做一个简单的分类 那心制度有一个原则 我比较少讲原则 但是这个原则很重要 因为这个跟脑神经科学有关系 好我们人类的记忆力你的工作记忆短期记忆的部分 大概是七个就是七加减二啦 那个脑袋比较好的可以一次记住九个东西 脑袋比较差的一次可以记住五个东西 大概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所以我们就像你在记那个手机号码 我们的手机号码是十个数字嘛 像我的电话是0912-519-373 那你如果要去一次记这十个数字 比较难 就算你一次记了这十个数字 然后你要去打电话的时候 可能电话拿起来就忘记了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电话会分成两组 0912 这样就很好记对不对 那另外一组叫做519-373 六个字很好记 所以当你把它分成两组之后 第一组叫0912 第二组叫519-373 你就会变得很好记 那你要使用的时候再把这两组逗在一起 你就先想第一组再想第二组 所以在分类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 新制度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如果你的节点超过七个 就会比较难做记忆的动作 那所以我们通常像这种超过七个 我就会把它再分类 再重新再切割 把它分成同一个类别里面 大概在五个上下 五个上下 那你就会很好记 很好记 那所以我就来示范一下给各位看 现在我们要记的东西有十个对不对 那这十个社会常见理论里面 我如果要再分类 我就大概看一下 这些 就会发现一件事 这边好像都是跟动物有关系 对不对 跟动物有关系这六个 然后这个是 这个跟物品有关系 木桶、破窗、窗户、手表 这三个跟木桶有关系 二八是数字 所以那这边都是动物类的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很简单把它分成三类 分成三类 或者是分成两类 动物跟非动物对不对 那或者是你分成三类 就是动物 然后物品 然后另外数字或什么 好 所以我就去加一个分类 动物 或者生物 然后物品 或者是非动物随便你 我们来非动物好了 好 然后我就想完这个分类之后 我们就把它做归类 所以羊群是在动物这边 这也是属于动物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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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蝶 一二三四五六 好 然后那个非动物的这四个 好那你分成两类的时候 你看这每一类的东西是变少了 变少了 三个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样子好像 在记忆的时候 那个脑袋容量的负荷好像会比较轻松一点 会比较轻松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好 再来呢 你如果说我的脑袋真的不好 六个我还是嫌太多 真的不好记 好那六个里面我可不可以再分类 可以 你看这个 这两栖的嘛 这个陆地的 对不对 这个是天空的 这是水里面的 这个是水里面的 这是陆地的 那所以我如果用陆地跟 陆海空 陆海空 好所以我再分类一下 陆地 水里 然后我就开始把它放在它的龟类里面 蝴蝶 蝴蝶是天空的 羊群是陆地的 青蛙是算水里的 好 当你把它做分类处理之后 好 有没有发现 那个 陆地有两个 水里有三个 天空有一个 二三一 两个三个一个 所以这时候你要再去背的时候就 简单哦 因为你想到 当你想到 比如说 社会常见理论 有 这十个里面 动物的 我记得有六个 然后 那个动物类里面呢 那个陆海空 那个陆地的有两个 水里的有三个 天空的里面的有一个 所以这时候你再去看里面的项目 陆地的两个是 刺蝟跟羊 刺蝟跟羊群 然后水里的三个是 鲜鱼、鱷鱼、青蛙 然后比较龟毛的人再排列一下 那个小只的放上面 大只的放下面 好 这样子 又更容易 这顺序把它排好 又更容易记 所以水里面有 青蛙、鲜鱼、鱷鱼 对不对 那天空上面就有蝴蝶 好 所以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样子好像 分类之后 就很简单 可以记 所以我们就把它收起来 收起来 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 陆地 我刚刚讲二三一 陆地有哪些 刺蝟跟羊 所以刺蝟跟羊 然后水里 青蛙、鲜鱼、鱷鱼 三个二三一 天空、蝴蝶 对不对 所以你就很容易的 就经过你的分类之后 你就把这六个东西给记起来 如果忘记怎么办 打开再看一下 一切操之在我 对不对 新制图这么好用 反正忘记就打开 看一下 然后收起来 就记得 对不对 然后这个都记好之后 再全部收起来 好有六个 陆海空 二三一 陆两个 刺蝟跟羊 对不对 海呢 水里 那个青蛙、鲜鱼、鱷鱼 青蛙、鲜鱼、鱷鱼 然后空了一个蝴蝶 对不对 所以这六个就完全记起来了 好那六个完全记起来之后 因为早上我们已经针对这六个原理 已经先了解过一遍了 所以刺蝟原则 刺蝟法则你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两个很厉害的人 在同一个组织里面 两个一定会 互相互看不顺眼 但是呢 又能够找到这个 互相取暖又不被伤害的那个距离 然后羊群呢 就是领头羊的效应 所以当一群人都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 只要你出来大声喊 跟我走 大家都不晓得科技领域 要怎么教的时候 我邱文胜就跑出来喊说 跟我走 这样做就对了 大家就会跟我走 好 那那个青蛙 就是放进滚水 它会马上跳出来 但是如果你先放在冷水里面 再慢慢加热 等到它发觉很热就来不及 就跳不出来 就没力了 然后碾鱼效应就是那个沙丁鱼 对不对 所以你那个一个组织 已经学校已经大家都很老了 不想动了 这时候就丢几个年轻的老师 丢几个比较 比较那个不一样的老师丢进去 整个组织就会再度活络起来 那鱼效应是什么 就是当你被小人咬一口的时候 被咬住的时候 你如果越挣扎 你就可能会失去越多 所以不如就 就是把那个被咬住的地方就送给他 然后避免之后 那个受到更大的伤害 断尾求生对不对 那个政治人物很喜欢 用这个法则对不对 就跟你切割清楚这样 出问题就把它切割 好 那再来那个蝴蝶效应就是 刚开始就要注意 那以免这个事后就变很大 对不对 所以刚开始你看那个 那个论文不好好处理 对不对 现在越搞越大越搞越大 好 所以刚开始承认就好了嘛 好 所以你就发现这六个东西 你就可以完全的很容易的记起来 那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刚刚这个非动物里面有四个 对不对 手表破窗 窗户跟木桶 那如果你要再分 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 这个是二八 二八跟 跟这个不是东西又不一样 他是数字 百分比 或是那个 所以你就 好 这样中间进来的 不知道听得懂吗 好 那所以你就可以再去想一下 好 那 我们先 那手表定律刚刚讲过 就是两个人 如果有两套标准 你就会不知道哪一套才是真正的标准 所以同一个 同一个组织里面不能有两个队长 因为 到底是要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这样子 然后破窗效应就是 学生如果出现一个问题 你就要马上去处理 你如果不处理 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 大概类似的 木桶就是那个短板效应 二八定律就是八十二十法则 好 那所以 当你这些东西都了解之后 那我们飞动物有四个 手表、窗户、木桶 二八定律应该就很好记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把它收起来 飞动物就有四个对不对 手表、木桶、窗户、二八 应该就很容易记的 好 那 可是啊 还是有一些人 还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这样子好像 虽然现在是容易记 但是会不会过了三天我就忘记了 对不对 真的会有这种现象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刚刚这种纯印记的记法 他只能针对短期记忆 就是可能明天要考试了 或者今天下午要考试了 我临时看一下记得 但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你还是会忘记 所以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是用图像跟故事 好 那我们回到这边 回到这边 想故事哦 开始想故事想画面 好 你看 刺蝟 羊 这个需要一点联想跟创意 水里面有青蛙、有鲜鱼、有鳄鱼 这个好像比较简单一点 对不对 你看这个有食物链的效应 鲜鱼是不是会吃青蛙 然后鳄鱼也会吃鲜鱼啊 所以这个有小中大有顺序 然后他有那个食物链的效应 所以这边比较好串 比较好串 倒是这个 这边 这边 蝴蝶跟青蛙也有食物链的效应 对不对 所以青蛙可以吃蝴蝶吧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放上来 好 然后这边 这边你就要去想办法 因为这是陆地上 陆地上跟天空水里基本上比较不好处理 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个故事去把它串起来 那所以我自己想了一下 就是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不一定都要每个人一样 因为这个记忆法这种东西其实是很私人的 就是你会根据你自己的故事 这个会跟你的生命经验有关系 跟你的阅读经验跟你的背景经验有关 所以你的故事只有你自己了解 好 那所以我就会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比如说 这羊群 好 羊群呢 羊很喜欢玩嘛 各位如果有 不晓得 我以前在新社国小 第一个海边的学校 有一天有一只羊 就跟着那个学生来上学 然后那只羊 那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那只羊就跑到办公室 然后跑到办公室之后 我第一次看到羊那么近 那个眼睛好大一颗 然后看到什么都吃 所以他会靠过来到你的办公桌旁边 看到你桌上的文件你知道吗 嘴巴就凑过去要吃 什么都往嘴巴塞 铅笔也要拿去吃这样 所以我就那时候对羊的印象很深刻 好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羊这个生物 它其实是很有好奇心 很有好奇心 所以会到处去玩去弄弄一些东西 所以如果是在一堆 如果是在草地上 那个羊在吃草的时候 它可不可以看到蝴蝶 然后那个小羊就可以开始追着蝴蝶 对不对 所以这样是不是把关系给逗起来 好那蝴蝶飞着飞着飞着 飞到湖边 飞到湖边 然后那个湖边青蛙 看到了食物来了对不对 就在那边虎视眈眈在草里面 准备伸长舌头去把那个蝴蝶给黏下来 那这时候那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所以那个碾鱼在湖里面看到它的食物 有一只青蛙 可口的食物在那边 所以就游过来了 然后没想到这时候 那个鳄鱼在底下看到那个碾鱼游过去 肚子也饿了 所以这样就把它整个串起来 好串起来 那串起来之后 那个刺蝟这边 目前不好串对不对 你可以再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 因为我是跟那个 飞动物这边一起串的 把它打开一下 好 那所以呢 一定会去 好 所以 镜头就回到那个那个追蝴蝶的那一只羊的身上 镜头就带回去到那个追赶跑跳碰的羊的身上 然后他就追着追着追着蝴蝶 然后 然后后来就 因为眼睛都看在看到蝴蝶嘛 所以就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路对不对 就撞到一只刺蝴 各位知道 刺蝴的防护手段是什么 就是把满身的刺 给 就是缩在一起 满身的刺就是 张开对不对 所以那个羊就不小心去碰到刺 就吓一跳 被刺到吓了一跳 就往那个农场主人的那个农舍那边冲过去 好 所以这时候 来到 这时候这边 好 那个正值二八年华的美丽俏佳人 她是那个农场的女主人 好 农场女主人呢 这时候在干嘛呢 她28岁 刚好是女人一朵花的年纪 不好意思 那个 我们在想故事的时候啊 通常是 越夸张 情节 越 越 越奇怪 这个跟记忆的原理有关系 就是越夸张的情境 越容易记忆 好 所以这个二八家 二八年华的这个家人 刚好呢 在农场里面 然后她 刚好要去泡澡 所以都进了浴室 用他们农场的木桶准备 都要泡澡 然后那个 因为那个农场比较偏僻嘛 所以她的那个窗户 其实她的下面的气窗 其实有一小块已经破掉了 所以在那个情境之下 一个破掉的破掉窗户的农舍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二八年华的一个庙林女子 要去木桶里面泡澡 好 这时候刚刚那只羊 就冲过来 撞破那个窗 就再把那个窗户给撞破 撞破 然后那个女生吓了一跳 突然想起来今天有一件事情 好 突然想起来今天好像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于是看了一下 左手上的手表 哎呀 九点了 我今天要上邱老师的课 上邱老师的新制图课 所以你这样是不是整个故事就串起来了 整个故事就串起来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再来把故事顺一下 好 各位 我们如果要背这个十大常见理论 好 我们现在来把故事串起来 好 所以故事的场景 那个摄影机的镜头来到一片 有着大草原的农舍旁边 那个草原很大 草非常的碧绿 然后有阵阵的花香传过来 然后农场的羊群呢 在地上放牧 那里面的小羊儿 小羊 一边吃草 一边在打闹 然后这时候看到一只蝴蝶翩翩飞舞 然后就去追着蝴蝶玩 那追着追着来到河边 那个有一只青蛙抬头看到蝴蝶 就他的食材来了嘛 就想要张开大嘴 然后伸出舌头去把那个蝴蝶给黏下来 那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所以这时候湖里面的鲜鱼 就看到他的食物青蛙 正在准备要吃蝴蝶 所以他也往青蛙的方向游过来 想说要把青蛙给吃掉 那刚好那个鳄鱼就在下面看到他 所以就准备也要去把鲜鱼给咔嚓给吃掉 你的那个故事讲的越生动是越好 越刺激越好玩 越好 那这时候那个 刚刚讲到鳄鱼了嘛 想要去把鲜鱼吃掉 然后再来呢 镜头再回到那只追赶跑跳碰的羊的身上 他因为追着蝴蝶没有注意看路况 就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在草地上的刺猬 那刺猬的刺就把羊给刺到 然后羊吓了一跳 就往那个农舍的方向冲过去 那冲过去的时候呢 冲过去的时候 这时候那个镜头切回到那个农场的澡堂里面 那个澡堂里面有一个二八棉华的庙林女子 正准备去木桶里面泡澡 那这时候那个冲过来的羊呢 就把窗户给那个气窗 窗户给撞破了 破窗里论 撞破了之后 那个女主人吓了一跳 突然想起来今天有一件事还没做 就是看了一下手表 对九点要去上邱老师的课 你这样把十件东西的故事顺过之后 十件东西是不是都出现在你的故事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这个故事的情节 羊群效应 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内容一一给解释出来 当你解释完之后 十个东西 一个Block 而且你对它充分的了解 这样你就完成你的 刚刚讲的这一个部分 的记忆 记忆处的练习 那所以重点是说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啊 但是呢 这个故事 因为已经在你的脑袋里面 它变成了一个画面 所以如果 我通常会在最后的那个 把故事顺过的那个阶段 会叫学生把眼睛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 那作用是什么 因为根据多元智慧理论 如果你能 八种智慧里面 如果你能运用各种的 每一种都把它放在你的教学策略里面 那它能够记忆的是更深刻 更深刻 然后这也跟那个智慧学习 知识学习跟经验的不一样的差别 这个是有机会我在解释 所以为什么我推创课教育 因为创课教育是在 在做一件东西的过程中去学到 你要跟他学的东西 所以创课教育是可以在 任何一个领域去推动的 所以你在教任何东西 如果那个东西是一个蛮抽象的 不容易理解的 会建议你把它弄成一个 可以手做 可以有一些操作的一些课程 那他就会很容易去记得这些事情 而且做过的东西 因为是做过的 他结合你的身体的经验 动觉智慧 空间智慧 甚至数理逻辑智慧 语文智慧 你要跟人家讲 要跟同学分享什么的 那你就会让你的这个知识的学习 变成经验 变成身体的经验 那各位知道那个知识的学习 是要透过不断的复习 对不对 你才有办法把它放进永久记忆 可是经验不一样 经验是你只要做会了 做过了 比如说你骑脚踏车 你骑摩托车 学开车 你只要学会了 你只要通了 你这一辈子 就算你中间十年二十年 你没有再接触 那二十年后你再 骑到脚踏车上面 你一定也会骑 这个不需要再复习 这个叫做经验 生命经验 那所以如果你可以把你要学的东西 转换成操作型的 我相信学生在理解的这一块 一定会非常容易 因为他已经从基础的知识的学习 已经转化成生命的经验 所以这个是教学的一些核心的技巧 但是在我们刚刚这个技术里面 你在把这些故事放进去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很难去做一些实体的操作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冥想 各位 当你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你的脑袋要出现那个画面 出现那一片草地 然后出现那个浓森 出现那一只羊在草地上追赶跑跳碰 然后那个鳄鱼要等着吃鲜鱼 那个惊险恐怖的剧情 刺激的剧情 然后被刺到那种惊吓的感觉 然后撞破窗户 里面有一个妙邻女子在准备洗澡 那个画面 当你把这些画面都放在你的脑袋去把它想像出这一个画面之后 那包括这个故事 其实你的那个脑神经的连结就已经变得非常枉固 它已经接近 因为它在冥想的方式里面 已经用了多元智慧各种感官去协助你的记忆 所以这个已经实质上等同于你真的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真的看到那一只羊 去摸摸那一只羊 那个已经有感觉出来了 所以比较会讲故事的老师 你甚至要把那个那个嗅觉 味觉都给带到故事里面去 好 那所以经过你这样的一个安排之后 我相信这个故事 各位下个礼拜来上进阶课的时候 一定还会记得 你这中间不用复习没有关系 但下礼拜我问你的时候 我相信你应该还会记得这个故事 那只要你记得这个故事 你就可以把这十个社会理论给墨写出来 给墨背出来给讲出来 然后每一个个别是什么 这是我相信绝对是可以的 好 那所以这个是后半段 就是你要当一个学霸 你除了刚刚把那个 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把把这些东西给架构出来之后 把你的知识架构出来之后 你最后还是要给他一个 如果这个是要背的 要记忆的 你必须要有一些记忆的策略去陪伴 记忆的策略去陪伴 好 那这个部分先 架构的部分先到这边 不晓得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那十分钟我会跟你讲 等一下会跟你讲一下那个 平常我们会怎么用冥想去背 那其实蛮简单的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等一下2点56分继续 好2点56分继续 我们来啊 请 第三分怎么办 你有什么 怎么办 全部